忠实传递价值,解读全球好书 你好,这里是喜马奖书 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战略历程》 副标题叫做《穿越战略管理矿野的指南》 这本书除了适合作为战略研究的教材 也适用于从事管理和咨询行业的人士作为思维指南 本书作者有三个人 主要作者亨利明兹伯格 是加拿大迈吉尔大学管理学教授 一位管理学大师 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都专注于探索和理解管理者如何做决策 以及如何制定战略 和人们通常对学者的印象不同 他在管理学界扮演的是一个破坏者的角色 他喜欢打破传统 破出偶像迷信 提出自己的见解 1973年 明兹伯格已写了一本管理工作的实质 一举成名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本战略历程 是他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布鲁斯·阿尔德特兰德 圣安德鲁斯大学管理学神稿人 约瑞瑟福·兰佩尔一起完成的 这本书很难读 它是一本大书 五十多年来的战略思想都被收入书中 它也是一本印书 光引用文献就有三十五页 概念数语一大堆 还有他们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非常难看 首先 我们讲讲这本书的书名 战略历程 战略是什么 教科书上说是 企业为了获取经营成果 而制定的管理计划 本书作者明兹伯格 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 他认为 战略应该有多个定义的 明兹伯格将战略比作一头大象 而每一个理论家都是盲人一样 站在自己的角度去感受这个大象 但是事实上 并不能真的认得清楚这个大象的全貌 这不仅因为 他们的视角决定了他们所看到的东西 而且 大象本身也在不断的成长当中 为了让大家更加清楚的了解这个大象 这本书分为两部分 先分开谈十种战略学派 再综合起来理解战略 在今天的解读中 我们从十个学派的逻辑关系出发 把他们分为了 说明性战略和描述性战略 两个大类来介绍 第一大类是说明性战略 所谓的说明性战略就是信奉这几个学派的人都认为 战略规划是可以先于行动的 而且是可以清楚的说明的 你可能会问 这不是废话吗 规划当然先于行动 其实呢 后面有七个学派可不这么认为 稍后我们会讲到 好 回到说明性战略里来 这里面包含了三个学派 分别是设计学派 计划学派 以及大名鼎鼎的定位学派 我们一个个来介绍 说到设计学派 你可能不熟悉 要说SWOT分析法 你可能会想起来 这不是我们日常工作中经常用到的吗 没错 SWOT分析法 是设计学派主要的工具模型 所谓的SWOT分析法 是根据企业内外部的机会和威胁等 通过调查研究 列举出个矩阵来分析 得出结论后 再进入执行阶段 设计学派兴起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 当时影响力非常大 至今也是MBA课程的基础理论 在设计学派兴起的同时 计划学派也问世了 这个学派把战略形成的过程 分解成一系列的流程和步骤 精确控制落地执行 在战略规划模型上 计划学派沿用了SWOT模型 只是分得更细 所以计划学派又被叫做程序化的战略 实际上就是制定各种计划 评估投资回报率 死定绩效和行动时间表 通过这样的严密控制呢 整个组织就可以形成一个紧凑的系统了 说明性战略的第三个流派 是定位学派 这个学派认为 在一个行业中 只有少数关键战略能够干掉对手 取得胜利 你可能感觉到了 在定位学派看来 商场如战场 没错 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 就是被称为竞争战略之父的迈克尔波特 他提出的价值链理论和武力模型 就是最常用的定位分析工具 定位学派关注的中心问题是 企业如何在商战中胜出 所以定位学派是以竞争为基础的 而不是以合作为基础的 为了赢得竞争 必须抢占有利位置 形成优势 或者制造壁垒等等 在定位学派看来 战略并没有什么通用模板 而是每个企业根据自己的情况和环境 找准定位 有点千人千面的意思 这里强调一下 被称为定位之父的 埃尔里斯和特劳特 其实是品牌定位和营销定位 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战略定位 设计 计划 定位 这三个学派统称说明性战略 在本书作者明兹伯格看来 这三个学派在实际应用中 有两个硬伤 第一个硬伤 你要针对未来做出规划 就要假定未来是可以预测的 但事实上 环境永远都在变化当中 信息也是不充分的 未来其实是不可预测的 第二个硬伤 在说明性战略之下 思考和行动是分离的 计划人员和计划的执行者 是可以分离的 但这种分离是不现实的 因为企业的管理者 就像带兵打仗的各级军官 既要制定计划 也要实施计划 接下来介绍的七个学派 弥补了这些不足 他们认为 战略形成是一个不断的学习 发现的过程 事先说不明白 只能进行大致描述 所以 这七个学派可以统称为描述性战略 描述性战略里面的七个学派 分别是企业家学派 认知学派 学习学派 学习学派 权力学派 文化学派 环境学派 和结构学派 我们一个个来了解 第一个企业家学派 这个学派特别强调企业家个人的力量 认为战略形成完全集中在一个领导人身上 依赖于企业家个人的特质 比如直觉 判断 智慧 经验等等 当这样的企业家被商业杂志报道的时候 多数成了英雄式的领导人 被冠以所谓的伟人 领袖的称号 比如美国财富杂志在1994年 曾经就盛赞通用汽车的CEO 止住了企业下滑的趋势 使通用汽车获得了新生 好像这一切都是由CEO一个人完成的一样 这种对企业家不另一美之词的趋势 如今愈演愈烈 2019年的10月 在新加坡举行的 2019福布斯全球CEO大会现场 福布斯媒体集团主席兼总编辑史蒂夫福布斯 向马云授予了福布斯终身成就奖 称赞他是有史以来 世界上最伟大的企业家英雄之一 他创业的初心和成就应该赢得诺贝尔奖 企业家学派特别关注一个问题 就是战略究竟从哪里来 在企业家学派看来 战略来自于企业家内心的愿景 这个愿景也许是一个大致的方向 也许是一个模糊的目标 为此企业家会不顾一切 所以整个组织的实际上 是由企业家来设计并且驱动的 企业家学派中有一个大师叫科林斯 写过一本书叫《组织的缔造者》 对企业家做了一个标签式的归类 比如企业家具有强烈的自主意志 控制欲望 对成就的渴望和冒险精神 既是机会的捕捉者 也是积极的行动者等等 言下之意 企业家好像是天生的 这些企业家好像是勇猛的突击队长 这样的一些精神特质呢 也不是没有负面效果 在2005年 一个名叫约翰·加特奈的学者发现 精神病教科书中 对于轻度造狂的病人的描述 与媒体报道中的互联网企业家的描述 有相似性 为此 加奈特访谈了十位互联网公司的CEO 被调查者普遍认为 轻度造狂的临床症状 和互联网企业家特质相同 比如 两者都很有感召力和说服力 充满活力 睡眠少 并且相信自己能够改变世界 不好的特质包括 轻度造狂者和企业家做事 都不计较后果 容易被小挫折激怒 他们总觉得 和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 是在对抗他们 而不会意识到 其中可能有真知灼见 对于企业家学派 明资博格的评价是缺点多 优点少 他认为企业家学派犯了一个错 就是太强调了伟人的作用 靠领导者个人缔造的组织 事实上是不够长久的 就像基业长青的作者 科林斯所讲的 企业家的真正作用 在于缔造组织系统 就像一座钟表 一旦造好了 就能持续不断地运转 那么 企业家的内心愿景 是如何变成战略的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 必定涉及到了 另外一个学派 认知学派 这一派 主要利用认知心理学的 一些研究成果 来探索战略形成过程的本质 认知学派认为 认知一开始是无序的 这种无序 是因为人存在偏见 偏见歪曲了人们 对信息的收集加工过程 但是 随着人们不断地思考和行动 可以修正错误 就像是画图 不断地画 不断地修改 世界越来越清晰 道路越来越明确 比如 一个经验丰富的领导者 和一个管理菜鸟 他们之间的区别就在于 绘图的深度和广度 是不一样的 认知地图 最终会决定 你会选择什么样的方案和行动 画图的过程 其实就是主观判断 与客观实践交互的过程 通过实践 知识不断深化 看问题更加透彻 实践也就更加有利 就像王阳明提到的 认知是一个知行合一的过程 认知的最深处 是人的心智过程 不是个人的心智 而是群体的心智 这里面的水很深 但是就像明兹伯格说的 了解心智的运作机制 就打开了战略黑箱 实际上 在认知学派的理论中 强调了直觉 领悟在战略决策中的作用 纠正了战略 都是理性决策的说法 也是一大贡献 在认知学派看来 战略制定很复杂 需要不断地学习 于是 学习学派崛起了 这个学派认为 战略是个人或者群体 在研究组织应对环境的过程中 自然形成的 换句话说 战略管理不是对变化进行管理 而是通过变化来管理 听上去有点绕 说得直白点 因为环境是不断变化的 战略自然也在不断变化 那么制定战略 就要不断地研究和分析变化 这就是学习 在学习学派看来 企业家很重要 但不是伟人 而是一个园丁 明兹伯格打了个比方 他说 一家企业的组织 就像是一个花园 战略就像是花园里的种子 企业家是园丁 只要人们拥有学习能力 在任何地方 都可以产生出战略来 这些战略 被组织接受认可的过程 就像是种子 不断地繁衍和蔓延 在组织的花园里 新的战略 会不断地自然生长出来 企业家的角色就像园丁 拔掉杂草 对好苗子细心地培育与栽培 在学习学派看来 战略很少是被正式规划出来的 至少也不是由企业领导者想出来的 它来自不同岗位的员工 做出一点小行动 小决策 甚至依靠一点运气 推动组织的战略方向改变 通过持续不断地学习 一个企业或一个组织 就拥有了一种能力 称为核心能力 决定了最终的竞争优势 那么 怎么获得这种核心能力呢 最重要的 就是创造一种集体学习的氛围 和一套沟通系统 借助于这两种机制 人人都为企业提供信息和知识 人人都会从沟通分享中获益 在互联网时代 学习学派变得越来越热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互联网公司 面对的环境变化莫测 充满不确定 就得边学边干 边干边学 一大批新提法 比如内部创业 赛马机制 迭代创新 其实都是学习学派的时间 有人甚至提出了混沌的学习法 就是通过创造一种混乱无序的状态 自然涌现出一些新的知识和创新 学习学派的发展空间很大 因为这个学派认为 没有现成的战略模式可以拿来用 战略是在大家的行动和学习的过程中 发现出来的 这种模式就像我们中国人说的 无招胜有招 当然 由于学习本身是需要试错成本的 有时还是非常昂贵的 如果说前面的这些学派越高越悬 有一个学派特别务实 特别现实 就是权力学派 跟其他学派都不同 权力非常关注组织当中的群体 或者组织外面的利益群体 以及他们之间的博弈过程 所以叫做权力学派 这里需要避免一个思维惯性 不能一谈权力就认为它总是坏的 权力也能产生一些正向影响 比如权力冲突中会迫使双方做出调整 协商出更加公平科学的规则 比如可以让利益各方都能够表达自己的意见 可以推动变革 优化组织 所以权力学派的优点和不足 都是来自于同一个原因 关心利益群体 他提出的博弈策略和政治技巧 弥补了其他战略学派的不足 如果说权力学派是最务实的一个学派 那么文化学派看上去 则是最务虚的一个学派 都说文化的力量很强大 那么文化究竟是什么呢 明兹伯格认为 文化是一种组织的意愿 是组织成员共同相信的理念和价值观 时间长了就会变成一种意识形态 也就是说 组织成员每天都在根据文化做出选择和行动 却很难意识到这个东西 文化学派的核心价值是强调整体感知的 强调集体思维的过程 既包括组织内部 也包括组织外部的利益关联方 一旦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的行为方式 就有一种强大的力量 让价值网络变得非常稳定 但是文化学派的缺点也很明显 比如说文化本身说不清道不明 在用文化视角来解释战略形成的时候 容易简单化 因为企业身处的环境是复杂的 环境极端重要 这是环境学派的基本假设 也就是环境是一个决定性的力量 组织只能被动消极地适应环境 那么究竟什么是环境 这些理论家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定义 大概就是组织之外的所有影响因素 环境学派的概念和理论相当模糊 难以把握 可以这样感觉一下 环境学派里的环境 就像空气阳光和水组成的一个空间 正是这些最为基础的空间条件 孕育了生灵万物 说白了就是环境决定论 环境的一切行为都是由所处的无所不包的环境决定的 企业是没法超越环境的 最后为你介绍的结构学派 这个学派认为战略是一个变革的过程 它最大的贡献是试图将所有的理论流派的观点整合到一起 来解释组织演变和战略形成的规律 理解结构学派有两个维度 一个是静态的 被称为结构 指的是组织和周边因素的关系 另一个是动态的 也就是变革 具体来说就是战略制定 通过把握静态的结构 可以了解组织环境的状况 然后制定战略实施变革 可以改变组织的状况 实际的组织变革 有自上而下 自下而上两种方式 在实践中 自上而下的更多 比较有名的是 捷克维尔奇在通用电器公司推行的变革 非常成功 包括五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是重构组织 通过裁员精简机构 然后进入打击官僚主义的阶段 第三步是充分授权 包括工种设计 沟通机制的设计等 再往下 开展供应链改造 打通组织内外的流程 最终建立新的文化 现实中 像通用电器的这种大动作不多见 因为难度高 风险大 伤筋动骨 比较稳妥的是采用自下而上 由小到大的变革方式 比如管理者可以从某个小事情 去入手进行变革 日积月雷 也能发生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总体来说 结构学派的观点很多 理论多样 与其他学派相比 它最大的贡献 是试图将所有的理论流派的观点 整合到一起 来解释组织演变和战略形成的规律 本书的最后 明兹伯格搞了两个模型 试图把十个流派整合起来 拼出战略这头大象的全貌 但是模型晦涩难懂 没有多大意思 要知道 企业战略这样的大问题 唯一的检验标准就是实践 就像明兹伯格说的 因为我们最终需要的是好的实践 而不是精致的理论 但是有的时候也得仰望星空 思考一下更加长远的问题 这本书里 关于战略的十个学派 就是十个各具特色的思想系统 如果你完成了这种 穿越管理矿野的旅途 一定会十分欣赏这些 像地图一般清晰的条条块块 请记住 寻求简单 并质疑它 好 战略历程这本书 为您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明天见